中文字幕志愿者 在我的小世界 我就是造物主 不仅空间 时间也能随意改动 不知道能不能变一个落丫头出来 警告 警告 当前世界无法创造人类 知道了知道了 出去看看他怎么样了 上次我在沙神堡两千名 奖励了我一块上品宝石 真不错 我只得到了一本古籍 不知道夜北大人得到什么 好霸道的力量 看样子 大丫头的收获也不低 待我探测一下 她进度到哪了 都给我滚 看 气死我了 早知道看着丫头练好了 我在进小世界了 看来得一直守着这丫头醒来了 先主派我下来 一是振兴天罗圣地 二是挑选年轻天才 进入上界宗门 上界有数不清的灵气和资源 谁要是去不得转翻了 两天后 在此举行突破仪式 先主恩惠 福泽全族 多谢先主 不知副界上如何了 谁 谁敢偷袭 堂堂先主派下来的界长 竟然等到我的手臂都伸上来才反应过来 看来 我是万里跳意的天才咯 我确实没察觉到你 你是何人 我叫丑天烈 我就是您在天罗圣地想要的人 怎么样 想要我吗 要是这妖女 妖女你想干嘛 放开那位先人 有什么冲我来 姑娘 咱们借一步说话 不行 我就要你现在答应我 界长 你觉得在天玄位面 能够让你察觉不到就抱住你的人 能有几个 确实 没有几个 是啊 那您还犹豫什么呢 答应我吧 现在就选我 让我成为你们的人 妖女 放开她 丑天丽 你还要在天罗圣地闹多少事 这些无能之辈 已经嫉妒我很久了 告诉你吧 我其实是夜北的弟子 但我从来没有服过夜北 让我跟了你们 你们也好知道更多关于那个刚刚杜姐的男人的信息 夜北 夜北是个不小的麻烦 此女倒是可以利用一二 你说的这个倒是很有意思 走 这一步说话和你商量商量夜北的事 行了 感觉怎么样 师尊 我突破了低尊境巅峰 毁灭之道 也进阶了两个层次 真好 为师这次 借仙格之力和双天王奖励 进化出来一种新的大道 世界之力 世界之力 传说中可以创造和毁灭天地的能力 我的衣服呢 你在空中修炼 差点被看光了 不要再说了 不要再说了 骗你的 不许是怎么可能让你被别人看见呢 为什么不是我先服用何元丹 你现在在天罗圣地 只排第二 天罗圣主都还没吃呢 那我先吃了 我不就是圣主了吗 先主和天罗圣主 可是有顾教 你 你要是先吃 那就违抗先主了 接着 明给你说吧 上一个睡我的人 就是天罗圣主 这 难道说 没错 正和你想的一样 我是垂帘听政 小姑娘 你这是在给我们下套 当心玩火自焚 你要是知道圣主和我的关系 你刚才还会答应我吗 云语太久 差点忘了副机长 机长 我在天池圣地 发现这里已经被夜北洗劫 我刚把夜北留在这的人杀光了 我等着夜北来 收拾他 到时候我通知你 你准备好一起过来 夜北 混账 天池圣地可是我们先主的故乡 夜北 你胆子太大了 夜北 他要去天池圣地吗 我听你的意思 是要杀了夜北 他毁了我们先主的故乡 天池圣地 我会狠狠地重罚他 那我们不就达成一致了吗 什么一致 你也和夜北有仇 界长 我在夜北门下一百零八个徒弟里 只排一百号 可除了大徒弟 落雪商 没有谁比我强 但夜北从来不认可我 这么多年 我走遍天玄未面 只为有一天 能打败落雪商 然后战胜夜北 如果服用和元丹 两天后我就能突破 我战胜夜北 也是在帮你们 不是吗 我也想帮你们解决夜北 但是 天罗圣主这边 放心吧 我会说服天罗圣主 他会同意我先服用和元丹的 就看你 配不配合了 什么 和元丹还需要试毒 还要让我的天猎去试 与其说是人服用和元丹 不如说 是和元丹服用了人 圣主 让我先为您试一试 我愿意为我们天罗圣帝 主动牺牲 我怎么能让我们天罗圣帝 最耀眼的星星 去以身试毒呢 我一生沉眠三百年的孤独 我一路狂烂 白蛋巴不俗 我踏破这天地 风尘仆仆 竹影也无事 叫你开眼臣服 问我是什么样的人 你又是哪个天的鬼 藐视天意 该当何罪 让你学会自我分类 你看我不爽是斗趣的行为 你天盖 明笑混沌轮回 下头灯线 我一生沉眠三百年的孤独 我一路狂烂 白蛋巴不俗 我一路狂烂 我踏破这天地 风尘仆仆 竹影也无事 叫你开眼臣服 我一路狂烂 白蛋巴不俗 我踏破这天地 问我是什么样的人 你又是哪个天的鬼 要是天意 该当何罪 让你学会自我分类 我一生沉眠 等我不爽是斗趣的行为 你天盖 迷袖混沌轮回 谁不等线 出展迟眉 只如过是小天道有狂背 你的夜路 踏山之步 善恶到头 再愿那生死捕 天翻地覆 似着迷雾 为无独损 成天道的宿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